在疫情的危机当中 习近平他出现了 他到了北京的社区视察疫情 我们照片给大家看 他亲自示范一下 怎么样做一些防疫的工作等等 我想请教一下过远 因为前段时间 的确在疫情的 不管是医疗资源的不足 或者通报上面 有一些民怨的堆叠 这段时间看到习近平 之前一支民怨出现 现在出现到了北京的社区 你认为能够化解多少的民怨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三月初的政协跟人大召开 他还没有说要延期 那如果如期登场的话 习近平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有什么样的一些压力或者是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知道这个 防疫小组召集人是李克强 那李克强也去武汉 那习近平并没有去疫区了 就武汉 那你对比上次SARS 就非典的时候 2003年4月14号 胡锦涛去广东 那广东省委书记陪他走了一圈 然后胡锦涛就回来4月17号 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就做出有关SARS的 大部分的重要的决策 所以人家当然会用这样的角度来看 就说 那你怎么好像觉得要在第二线 可是见那个谭赛德的时候 就是那个 世卫那个秘书长 他好像又表示说他全权在指挥 那这里面当然人家就会觉得有点怪啦 就说为什么你不去武汉看一看 那而且中间有大概6天吧 好像没有新闻这样 这个当然人家就会 就觉得说是不是你觉得可能会失控 所以要躲在第二线 然后让李克强来承担大部分的责任 那现在大概界面 他觉得进度不够嘛 所以他现在要站出来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包括上海跟北京都做了 小区的封闭措施就开始落实了 开始全方位的就展开了 他觉得速度不够快 那习近平可能出来拍板 拍这个板 那这个就意味着他希望3月3号政协 3月5号人大可以如期举行 那 我也看到钟兰山的讲法啦 他就说可能这个应该在4月会落幕 那到2月下旬应该可以 明显的下滑啦 那这个跟 习近平预期中的进度也是一致的 所以我是觉得 他的出现应该就是说我要加大力度 那全国境内 那种小区封闭的设施要 全面性的铺开啦 那希望能够具体在2月下旬把这个东西震住这样 你觉得他出现之后整个舆论或者是民间的情绪 com down了吗 不因为当然那个李文亮那个事件 最后的究责一定会是在疫情被处理完之后才会开始做啦 那我认为湖北武汉的官员多少都会被处分 已经有卸下台了 对对我认为那个一定会处理 那只是说 他接下来要怎么去修改他的通报机制 那甚至于比如说部分媒体是不是有揭露的权力啦 那这些他是不是要进一步做调整 大家还在看 好 我们就来看从节目一开始讨论到的共机绕台事件 而且余悦的中线 他有没有一些行外之音 我们请来老师帮我们做补充 他当中可能透露的讯息包括了习近平是否是 现在 大权掌握的稳当性 而且博射的解放军 有染病 军力 有溃散的传闻 那警告地方政府要服从中央的命令 警告外国的势力不要趁火来打劫 也预留了疫情之后 经济不振的话可以转移焦点 那有点味道就是 不管是在政卿或人大召开之前 有预先消化一些压力 大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议题的一个炒作 是由纽约时报开始的 因为我订这个问题订了很久 而且这特定的几个作者 专门在炒作这个议题 纽约时报 对纽约时报 一个是姓楚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姓源的 那这两位他们一直在炒作这个议题 那我也去把他们过去 所发表的文章拿来看 那么看了比较长的一个文章 他们基本上对中国大陆是很负面的 所以它是一连串的负面 那这两位作者 他们基本上对中国大陆的掌握跟了解 坦白说是很不够的 而且是充满了偏见在谈这个问题 而且他们是故意的 透过纽约时报在国际的舆论的地位里面 他们在海外炒作这个话题了 习近平的地位跟权力啊 怎么可能会受到动摇 而且以目前来讲 中国大陆人他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他们反而更团结 其实大陆人我们所了解的 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相互打气 而且他们更团结 而且他们认为他们的政府有能力处理好 还有就是他们认为就是应该要这样处理 因为他们有SARS的经验 所以他们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要这样处理 你外国人做不到 我们中国人可以做得到 我觉得这是大陆人的普遍的声音 就是你外国人根本做不到 你们每一个流感 或是每一个传染性的疾病 动不动死了就是几百万人 你说一个艾滋病死了几千万人 然后你说一个这个HIN1死了30万人 我们在下一段要特别讨论 对 所以也就是说都死了那么多人情况下 中国大陆控制这个部分的能力比外国人强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大陆人来说 他们的本身的 我所能够掌握到的讯息是这样子 好 那有人就说 那你习近平为什么不出面 其实一般人都没有去留意几个事情 其实在整个防疫的过程中 我们单单有一个省 他们的干部就被换了四百多人 一个省离台湾很近的一个省 他的干部就被换了四百多人 那也就是说 其实能够换掉干部就谁 就党的领导人 就是总书记 才有能力来做这个事 那就代表什么 他们在这整个流程中 对于防疫不利的官员 而且利用这个机会里面 对于一些工作态度消极的干部 全部都换班 一个省换四百多人 你想想看 中国大陆多少省换到多少人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 第一个部分里面 他们在借由这个疫情中 把那一些工作态度不好的这些官 全部都换掉一大半 这一部分 第二个部分里面最后的军队的调动 调动这一些军医军妇不是简单的事 你几千个军医军妇一下调动过来 那是你要从各个军区里面 他们本身要去 你要去了解他们的本身的医疗的资源的能力到哪里 然后你要抽调 抽调以后往武汉这个地方的集中 这个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工程在做 但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 其实习近平在后面控制了所有的一切 最后你会发现 他的舆论等到都部署完成了以后 你看他的舆论一波一波的命令就一直下来 习近平的命令就一直一波一波的下来 没有停止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纽约时报在炒作这个议题 这几个作者 这几个记者 他们太不了解中国大陆 而且我觉得目前来讲 中国大陆这次的疫情 事实上就是在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治理能力 跟中国大陆的治理能力的彼此之间的较量 因为中国大陆的治理能力 特别是在危机的时候 它展现出来的治理能力 优于民主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力 所以我觉得对西方人来说的话 他们很担心就是被击垮 击垮以后 欧美国家还剩下什么 治理能力这部分可能有些人会不同的意见 不过效率这一部分的确是快 那个党跟军还有包括文宣的动员 当然都需要习近平指挥 这个我同意啦 只是说他为什么不服在台面上 人家比较好奇的是说 这个都是正当的事情啊 比如说我也同意解放军医疗人员的动员 一定是要军委主席 媒体在这个时间点很多时候就是 人不出现就有做文章的空间 如果出现的话反而就比较不会让大家 这又不是什么 不能够见光的事 好我觉得因为这攻击的话题呢 我还再给大家补充一个新闻 就是绕台之后呢 美国国务院就说 这是大陆方面已经有些 片面的改变的现状 因为包括了飞过的中线这一块 必须要立刻停止 做了这样的一个呼吁 而且呢美国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也不甩北京 立刻贴出了一个挺台湾的照片 赖清德 后面还有 请你把人蠻联合的起子 美国众议院的重要委员 我想请教一下老师你来观察 如果说西方包括了连纽约时报 都有在做舆论的操作 或是这个炒作的话 那美国官方在520蔡英文就职之前 如果这一连串都是美方 借由台湾去给大陆一些不断的捅 或者打台湾牌的话 你认为在520之前还有什么样的 美方会有惊人之举 回答这问题之前 我先提一下习近平出来这个重要性 因为他把他的位置做得太大 把李克强变得太小 所以我们过去看胡温体制的时候 两个人差距没有这么大 所以温家宝 譬如说汶川大地震 他去问慰问大概就够了 可是现在大家就觉得说 李克强只是一个执行长 不是一个总理这样的地位 那习近平不能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要出来 这个因为整个的疫情 这么大的话 他再不出来 我觉得也是不 就是说对人民也没办法交代 很多的这个状况 是他自己把自己 做电得这么高以后 那在发生那大的事情的时候 他必须要出面来喊话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回到美国 我认为现在到520之间 有两个大事嘛 一个就是说谁来参加 蔡英文总统就任 那美国可以派 我相信是会有一些 有台的参议员 说不定有重量级 他们可能不选 没有要竞选的 他们有这个时间可以来的话 他们有可能会来 那至于就是说 我们认为最希望是看到 比较重要的部长级的 或者国务院 或者是国防部 次长级的人来 那这我觉得还是一个问号 就是到底美国要怎么样来处理 就是让这个整个的过程 会觉得又很重视台湾 但是又没有违反到 过去的一些这个禁忌 就是你不能派国务卿 或者副国务卿来 你可以派助理国务卿 但是不会是负责东亚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 这些我觉得美国可以操作 那另外就是WHO的问题 就是开会了 那到底美国要怎么样支持这个 那美国可以 比如说跟加拿大 现在都有一点共识了 跟日本 可是美国有没有办法 去施压其他的国家 希望就是说 他有影响力的国家 来支持台湾 那我觉得这个是美国 要决定说 到底要能够帮台湾多少 就是让大家看到的是说 忽然挺台湾的声音 比以前要大 而不是说 只有这个美国讲两句话 就几个零星的 不能够停在美国大使 在日内嘛 呼吁 你要把票投下去 甚至是直接出现 要去对于其他 他可以掌握的一些 有办国家去投票 然后就是至少要让大家看到说 即使投票输了 如果说像以前一样 就是我们要看 有没有成长 那因为我们邦交国现在少了 所以事实上 这个是不容易的 但是至少我们要看到 美国操作的这个痕迹要在哪里 好 刚刚提到习近平出来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中央已经定调 要稳住经济 而且要稳增长 这个定调之后 提了复工的计划 不过当然对于地方来讲 地方现在还是防疫第一优先 包括了交管或者是隔离 还持续在做 所以你一方面要稳经济 稳增长 要复工 但对于地方 还是要继续的防疫 隔离 做交管 似乎在有一点冲突上面 是比较让人家 要去怎么拿捏 因为包括了iPhone iPhone本来上半年 都要生产八千万只 现在这个数量 可能立刻就生变了 因为给大家做了一个图看一下 在以湖北为中心 往北往南走 基本上都是 像种灾区一般 而且都是很多的电子产业 那为什么说 iPhone会受到大影响 因为往北的河南的郑州 是富士康最大的一个组装厂 在那个地方 现在要提复工的状况 是要稳住经济 但是地方上也就是防疫 所以 各位你来看怎么样 去做执行 因为本来中央的地方 我们讨论到 他的这个真的很难啊 因为习近平就觉得有些地方政府 这个管制过当 比如说我举例啦 比如说富士康 富士康在郑州复工 就比较顺利啊 可是复工的比率也没有超过20% 那他当然也希望深圳能够复工 那深圳政府就跟他讲说 那你不能出社 就是不能发生感染啊 那你怎么打包票呢 就是我怎么去打包票说这工人不会做一些 比较不健康的动作导致感染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昨天那个台博林博石董事长他也接受访问 他说复工我他说认为不难 可是 我进货跟出货那个交通啊 我没有把握啊 他变成那个时间不能掌握 比如说 我进货那个什么料什么时候会进来 不知道 因为路都会被挡住嘛 或者 有一些如果是 太多零检关卡啦 太多关卡啦 然后出货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整体啊你现在看到就是说 他第一波的复工 大概大家估计大概是1亿6千万人会复工 这个只是第一波 那你要保证他没事 就是第一关要先过嘛 没有扩大感染的现象 然后才会有第二波 那第二波回来可能就要好几亿了啦 那接下来就是交通要恢复嘛 那可是人流就会开始乱窜 其实这些坦白讲这三关都是风险啦 那 钟南山有没有把握啊 认为 他也不敢说有把握啦 因为 这种复工 第一期 第二期 然后交通恢复 人流开始乱窜 那这里面因为他毕竟是有社区感染嘛 所以会怎样 没有人敢打包票 这外资安联有一个估计啊 如果说三个月之内能够控制住的话 对于整个经济整体来讲 第一季可能会减缓 0.3到两个百分点的GDP 但就全年度来讲 三个月之内如果能控制住疫情的话 在年度 还是有机会达到5.6 5.6是对大陆来讲很重要 因为 全面小康社会的话 要比10年前翻倍成长 今年的GDP就至少要在5.6%以上 老师 郭委员或戴老师 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太乐观 还是说真的有机会达成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达成 是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 中央政府的调控的能力 速度反应都是比较快的 我们所了解的就是 我们当然前提是在于 疫情是在三个月内控制 也就是按照这个中南山的估计 大概在四月份 如果确实能够在四月份落幕的话 我倒觉得他们这个要达到5点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个原因很简单 像我所能够了解 以及目前已经在做的 不只是新闻中所公布的 例如说1点多兆的这个纾困 其实他们会从税里面来减 对 也就是说他们对 他们会很快的就会对于很多受影响的企业 行业 他们就立刻就减税了 而且他们对于民众也会减税 因为他们要增加你的购买支出 所以他们也会在减税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部分里面 中国大陆他们的处理的速度跟反应会比较快 那一旦如果一减税这个企业 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防止企业倒嘛 所以他们本身也要求他们的银行不能紧缩银根 这个已经下死命令了 也就是说你银行不能够说 在这个时候撑不过去的企业 他要贷款的时候 那你不给他贷款 然后或者是你还要把他的这个银根收回来 说你的这个还款期到了 这个时候都要展颜 都要展颜 那我觉得他们在这样的一种行政措施的时候 那么一方面预防这个 因为这次的这个疫情造成企业倒 第二方面他们用减税的方法 让企业的获利能够慢慢的补回来 而他们减税不是只有减一年 他们常常减好几年 例如说给你五年的宽减 那这个时候你看企业的回复生机的机会是有 所以我倒认为以中国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加班 因为他们不会像我们这种使命令 因为我们通常是体制上的时候 你要加班就是使命令 可是对他们来讲的话 你在这段时间的缺工 未来要把工补回去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那么他们也会 那么你一旦加班的时候 再给你加班费 然后工人也愿意加班的话 他们把货补回来的机会是有的 所以也不用太 不能够用我们台湾的经验 来去看待中国大陆 这个我补充一下蓝教授 事实上简单讲就是 财政跟货币手段会满多 会多啦 那因为他的中小企业 北大跟新大有做过一个调查 就是说百分之三十几的那个小企业 撑不过一个月 那大概五成就是两个月 那再往上就是三个月 所以他现在也是对那个 中小企业的纾困措施 确实就已经出来了 就出来了 他应该知道这个状况 好 所以你刚刚讲说 坦白讲这个损失 你可以地盐均摊到未来几年 而且大陆没有无形象 再强调一点 他不跟台湾不一样